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个模特 来帮我们做今天的视频 她叫Sarah Sarah 嗨 然后Sarah呢是一个典型的内霜 而且呢她的那个眼型呢有一点点下垂 而且稍微有一点点肿 所以呢很多朋友她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做这个视频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这种眼型要如何化一个漂亮的自然妆 好那今天呢我没有化妆哈 所以大家原谅我一下 好我们先从眼影开始 因为我今天用到的眼影呢会有点掉粉 很多人都说就是那个化完妆以后 她那个眼妆的那个附近啊有点脏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化眼影 然后最后上粉底 因为我们可以把掉下来的眨的全部都给清理掉 好那首先呢从眼部打底开始 还是用的Lime Prime的Candy Eyeshadow Helper 不需要打很多一点点就OK 大家如果有其他的打底膏都是可以的 我们只是要防止这个眼影晕下来 因为特别是内霜 内霜的话眼线和眼影是特别容易晕的 好我们先占取这个颜色 就是一点棕然后带点银色 好我们先在眼头部分少上这个颜色 好我们再占取这个深棕色 好由外向内 慢慢的哈就是往上晕一点 因为Sarah的眼睛有一点点下垂 所以我们后眼尾的地方呢 稍微要晕高一点点 好你要是呢不知道要晕到什么范围呢 就是平视前方哈 我们平视前方 然后呢你睁开眼睛还能看到颜色为止 后眼尾尽量往上晕高一点 这样的话调整我们下垂的眼睛 好在最后呢我们可以在眼睛的眼睛 睫毛根本来加一点点帅 这样就下垂的眼睛 好在最后呢我们可以在眼睛的眼睛 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层次哈 有深有浅 如果你把刷垂直这样的话呢 它会画一条线 如果你把刷呢是那个平 与那个皮肤平行呢 它会将你的颜色 哎晕淡一点 而不是一条直线嘛 我们还是占取那个棕色 好眼睛看上 只要画一丁点 不画也可以的 我只为它的在外蜒角画一点点 注意啊一定要细还不能太粗了 太粗了的话呢会让眼睛更加下垂 外面可以稍宽 然后往里走细一点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就可以 和上影像连接 好在我们的边界线给它清理干净 让它的那个颜色呢没有那么实 虚虚的 来回左右的方式或者打圆圈的方式都可以 只是把边界线给它柔和一下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那个边云线呢就很柔和了 好你可以用那个防水的眼线笔 像台湾的Salon或者是呢 我这种BH Cosmetics出品的那个防水眼线笔 它们两个智力很很相似哈 好眼睛看一下 记得就是把睫毛根部 给它填实 好记得哈就是在它没有干的时候呢 赶快要把它晕开 要干了之后呢 它这个眼线笔呢它的颜色就根本就动不了了 好我们戴甲睫毛之前呢先把睫毛夹翘 最好如果睫毛很难夹的呢可以先把那个 那个睫毛夹用吹风呢加热一下 记得哈要不要太热哈 会不会烫 会不会 好看下面 好我们随便用一只国产的呀 像那个火炼鸟啊或者是长明一毛的睫毛膏呢 刷一下定型就可以看下面 只是要定型哈 一定要千万记得是防水型 防水防晕的 大家不一定需要用很贵的那个睫毛膏哈 像国产的这些睫毛膏都很好 都很好用 而且呢也不贵 好像这种假睫毛它的梗呢是比较硬的哈 所以说我们还有比较长 所以我们呢要先啊将那个假睫毛摘下来 在自己的眼睛上比比一下 记得哈前面要留一个空空隙 不能贴睫毛哈 因为会很扎眼的 好然后呢比一下看我们的呃 睫毛要剪去多少 好大概呢我们要剪这么多 OK像这种下垂眼呢我们的睫毛呢 呃后面的睫毛要稍微往上贴一点 然后前面呢往低贴一点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调整眼线 我把那个后眼尾的睫毛呢 没有贴到它的睫毛根部哈 就稍微往上贴一点 像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后眼尾的真假睫毛 就有一个有一个间隙 好我们可以呢在后眼尾这个部分的 这样真睫毛上的涂一点睫毛膏 然后呢再把真假睫毛粘合在一起 用一个镊子的那个末端都可以哈 就是把真假睫毛 哎给它粘合在一起 真假睫毛 好我们的眼妆部分呢基本上就画完了 那现在呢是那个整个妆的一个清理工作 好那我们呢如果有就是掉下来的粉呢 就是把那个眼影粉 多余的眼影粉给它扫掉 扫掉之后呢如果还有任何就是啊没有那个弄干净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用随便用一个什么面霜哈 便宜一点的都可以 然后倒在一个化妆棉上或者是卸妆棉上 然后呢将我们的那些掉下来的粉呢都给擦掉 那今天用到呢是平头粉底刷 你可以用自己的粉底刷都可以 好那今天用到的刷呢是我兴趣的一支斜角刷 你可以用自己的一支眉刷都可以 然后呢眉粉呢是MAKE的 好那眉形收补好之后呢我来给Sara订妆 然后今天用到的是我的最爱MAKE的矿物粉饼的median来订妆 然后呢重点呢是在T字区就是大家就是容易出油的地方 好那眉形产品呢还是MAKE的矿物粉饼的median dark 从太阳穴对位置然后往全股的下方扫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脸型呢有一点点啊小肥症呢 我们可以在下面呢少一点点阴影 记得把颜色晕开颜色不要过重就OK 好然后呢你觉得自己鼻梁不够立体或者是不够高呢 我们可以选用这种肤色的哈 然后你用一支小小的阴软刷来打一点鼻测影 然后呢将那个颜色给它轻轻的晕开 颜色呢就很自然了 OK 好腮红 那Sierra呢是比较可爱的一个女生 那我会给她用一个淡淡的粉色 随便用什么腮红都可以哈 你自己喜欢哪一种就用哪一种 等一下 如果你想把自己打立体脸呢 我们的那个小腮红的方向呢可以是斜上 如果你想把自己打得可爱呢可以就是打圆圈的方式 就是在那个笑气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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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Sierra现在比我好看 看多了吧 好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Bye guys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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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